剛才我再看回媳婦事成 昨天因為太晚了 昨天我媽媽生日 吃飯睡到太晚了 沒有時間看重溫網上片段 趁今早還沒上班 我現在8點多 都是很努力的 為大家找些備忘馬 我見到這隻媳婦事成在這裏 不是 對 媳婦事成在這裏 她一向都是後上馬 但是昨天的跑道真的不利大後上 她這隻大後上馬 她現在在這裏 其他馬一早在轉彎 美麗寶寶一轉彎的時候 發力走 加州載雨 宜德那些全部都騎 但是你看看 深浦草城都蠻自由的 好像 看到別人不斷騎 她都好像沒什麼反應 你看看駱永豪怎麼說 那隻美麗寶寶走上來的時候 看看駱永豪怎麼評論其他馬 好 不妨礙大家 立刻看馬 深浦事成這裏 這隻 尾爾 來看美麗寶一路騎 加州載雨又騎 個個都知道跑道形勢不斷騎 紅運紅運精彩 深浦事成在這裏 再推出去外檔 好像上次那樣跑 這隻馬 這隻腳本身就有事 你這裏又被人檢查一檢查 你這裏這樣打邊沒有用 根本 你跟著人家的馬屁股 你不斷打邊 難道這隻馬撞上去屁股 那裏 那裏不可能 你當然找位 有空位才打 這裏 馬一離開 他就這樣追上來 對 這樣追上來 小弟都好彩 昨天我買了加州載雨 紅運精彩的臨場 中了一條位置 但沒有肉食的位置 我也是那一句 中了我也是打算搏正Q 跑不了正Q 都沒辦法 但是我自己過關 各樣東西都是拿心好事成的 只不過臨場 我挺喜歡紅運精彩 那個閒圈那時候 所以我買了紅運精彩 我都有講紅運精彩 我自己上次給的心水的時候 你看看心好事成 在馬屁股那裏打邊 難道他撞上去 馬屁股那裏 哪有可能 但是後來 原來一見到有空位 這隻馬都沒有令我失望 原來 他都有交出不錯的後勁 大家可以再重溫一下 你看看 他這樣打邊 真的沒用 其實他都頭腥腥的 挺有鬥心的 他都頭腥腥 他都拍著 他都拍著他 追上來 那伊德在谷草 也是一隻很準的馬 但是心好事成這樣 左邊這樣騎上來 其實都是對 入檔裡面的馬 他都是 比裡面的白馬 都是追很多的 其實你現在這裏 輸1個2個 4個馬位 輸4個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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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堆馬近的 但是你這樣 你這樣大後尚 昨天不利後尚的話 你這樣輸3、4個馬位 我覺得一程又可原 那這一隻 我亦都可以 加入這隻被亡馬的行列 因為上次已經是令我 覺得這隻馬分數是大利的 再加上今天 亦都顯示到 他在這班次 其實是有得跑的 只要前面有足夠的馬 快馬足夠扯散 馬 跟著他 賽道 就不要太過不利後上 或者隻馬再配一點點 的時候 出閘 不用再跟太後的時候 或者配備有什麼改變 我相信鄭俊偉 也都 不是一個太過自由的馬房 他可以交代的馬 都盡量交代的 好了 今天再介紹這隻被亡馬給大家 就是心好事成 希望我上次沒有看錯 今天看完他這樣跑 我仍然都是維持我之前的看法 就是這隻馬分數是大利的 只要跑的時候 腳不要痛 健康不要出問題 大家亦都可以去追他的馬 如果有賠率的話 更加不能放過 雖然昨天輸了錢 但是跑馬呢 就輸了 但是在錯誤中 或者在賽事中 亦都要發掘 下一次 要追什麼馬 不可以說輸了之後 就對他死心的 有時候跑道形勢 騎士發揮 臨場的表現 他們的鬥志 亦都是考慮的因素 昨天的鬥志 我就覺得鄭俊偉 和騎士的鬥志 真的很一般 如果我做連馬師的話 我看到 這麼不離後上的話 我都不會落飛 我都不會 扔真銀 跟你拼過 對不對 這次二十多倍這樣跑 如果下次的賠率 比這次的賠率少很多 譬如十多倍的話 我覺得這隻馬是要跟進的 除非他懶惰過二十倍的 就不知道他心裡有什麼打算 但是如果下次再出的時候 對著的對手 又是差不多的卡士 或者撿回好一點的檔 或者找一個騎後勁 騎得很勁的騎士 賠率上面 如果他有什麼顯示到 譬如有一點點飛 或者一開飛的時候 已經只有十倍八倍的時候 我覺得這隻馬應該會交出水準的時候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麻煩大家 驗一點點說一句 我希望我的訂閱人數 可以超過一百 我可以在Youtube那裡 可以給我更加多功能 去做好這個頻道 Candy賽馬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如果是 覺得我 是有心機做下去的 希望支持一下我 給我一些動力 我繼續有心機去做這個頻道 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我本人也是 自己介紹了的馬 我也會出票給大家看 不論輸贏 我也是 介紹了的馬 我一定會買錢下去 是的 所以我絕對不會說 講完出來 然後又不買那些 這樣的人 如果大家覺得我 有心機做好這個Youtube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一下給朋友 希望有機會 雖然好像很難 但希望有機會 可以訂閱一百人的時候 我就可以有些功能 可以用得到 可以把這個頻道 再做好一點 可以提供多些半難 單Q給大家 參考一下 希望我亦都交到表現給大家 而我選的馬 更加要交到表現給大家 而大家賽馬 都是求一樣東西 就是 希望可以 找到吃 找到少少錢 花錢 那就好了 希望大家馬場好運 好 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